第三段 嘩 一吹到頭都動了 看見到嗎 看見到嗎 都不嫌棋 都介紹一下這個無熱風筒給大家 它跟DG類似的風筒 我覺得沒有六七成 都起碼有一半 因為它的馬達達到11萬轉 我之前去刨吸塵機的時候 我看過一條影片 我想早五年至十年 中國做不到十萬轉的馬達 中國是做不到一個十萬轉的馬達 這是十一萬轉 很高轉速 但它的熱力不是很高的溫度 因為它去到1300火 有什麼好處呢 要說一下物理 你要吹乾頭 或者要令一件事乾 物理上有三個方法 令它快還是慢 第一就是溫度 溫度越高乾得越快 第二就是濕度 濕度越低乾得越快 第三就是風速 風速越高就乾得越快 所以如果你這三個方法 溫度不用太高 但風速快 一樣可以乾得這麼快 那你就沒有那麼雙頭髮 道理就是這麼簡單 你不要笑 我真的會買風土雅 我就會選風速快 它的溫度不需要太高 它同樣很快 吹乾我兩個女兒的頭 但是 就不需要很雙頭髮 原裝香港三腳插 方腳插 它的火牛做了在插鬚這邊 如果一般的風筒 插鬚 插220 然後進來這裡 才做一隻火牛 你就一輩子 拿著火牛在那裡搖 對不對 這個設計很傻 那牛做在這裡 便是好處 那牛插在牆上 搖的時候便會輕很多 只要拿著那個部分 200多克 就是一部電話重一點 不是 真的帶回保護手 真的有後載力 真是開玩笑 它有兩個按鈕 上面按著 就開啟了 現在的後載力不是很厲害 你再開 哇 真的 攝影師可以拍一拍那裡 你看那些東西 已經白白聲了 那我拿回剛才這條 你看 是不是很誇張啊 你說算不算吵呢 我的風筒都吵的 那我覺得跟普通風筒差不多 現在已經開到最大聲了 我放在這裡這麼近 這麼近 這麼近 這麼近之咪 OK 差不多了 跟普通風筒 而且會跟上一個磁吸的聚風器 一個磁吸的聚風器 我有經驗人士就試過了 不過大家真的小心點 回去真的 輕輕有少許後助力 還有它有一個清潔模式的 就是 如果你按著下面這個按鈕 按住它 按住它 那它都會吹的 但是你發覺這裡沒有風出來的 它下面出風的 其實這個是一個 一個清潔模式 它將下面這個隔層網的 那些髒東西吊出去 好 我看到 有些髒東西 還有